寒冬时节的鄂尔多斯 一出儿子绑架老子的荒诞喜剧正在上演 老杨不断挣扎 可两个儿子的动作丝毫没有迟疑 就连脑袋被磕破了也没有停手 不怪儿女很轻 只怪老杨实在太混蛋 不肯照顾瘫痪在床的妻子 也不帮儿女带的孙子 反而在外面包养情人 吃喝赌一个不落 这天他又把钱都花完了 来到银行想取店前继续花天酒地 可是卡里余额只剩75块 债户说好的还款还是没有打来 于是他一个电话拨过去说道 你还是人吗 款怎么没打 债户没有理会 二话不说就挂断了电话 回家路上 老杨碰到了老朋友老卢 老卢是个牧民 牵着生病的骆驼来找兽医 无奈兽医不在 老卢无处可去 两人便来到饭馆小聚 老卢无奈地说着自己的难处 现在都流行养奶牛 他也想把骆驼换成奶牛 可没人愿意跟他换 他也只好继续守着骆驼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老杨已经把躺在家里的老婆 忘得一干二净 打来的电话也不耐烦地挂断 导致老婆倒地不起 被儿子送去了医院 医生表示病得不轻 得赶紧做手术 手术费需要三万 而此时的老杨 正和老卢从洗浴中心出来 手机也没电了 儿子怎么也打不通他的电话 老卢得回牧场 托老杨照顾骆驼 等过几天兽医回来了 自己再来带骆驼去看病 老杨爽快地答应道 你就放心吧 我丢了 也丢不了你这病骆驼 可转头 他就把骆驼卖给了屠夫 让屠夫掺在牛肉里卖 没人能吃出来 然后拿着钱 买了一些东西去看情人 儿女正因为手术费的问题 吵得不可开交 儿媳妇死活不愿意出钱 她一边照顾婆婆和孩子 一边还要工作 已经心力交瘁 你要是该动一方切 我要给你离婚 离哪离 嘴上说着离婚 可第二天 儿媳妇还是把钱拿到了医院 修美三人一人一万 总算把手术费凑齐 老杨爺终于出现在医院里 二儿媳抱怨了几句 老杨就走出去抽烟了 此时老卢打了电话 说自己明天就来取骆驼 老杨正想着应对之策 转头看到二儿媳 把手术费放在了老婆的枕头底下 老杨不顾老婆的死活 取走了一万块 给老卢买了头奶牛 老卢感激涕铃 老杨云淡风轻地说道 都是兄弟 不要见外 当年我儿子结婚没钱 多亏你卖了两匹马 才凑够彩礼 今天也算给你报恩了 另一边 儿子因为老杨拿走了妈妈的救命钱 忍无可忍 随后 他们打电话把老杨叫回家 老杨自知理亏 表明决心戒掉赌博 在家照顾老婆 也帮着带带孩子 儿子却不相信 毕竟他说这话也不是第一次了 而媳妇提出签订协议 老杨只说了句 反了你们了 就想起身离开 不料 两个儿子拉住他 搜走了老杨身上剩下的钱 强行签了协议 最后将他关进了地窖 老杨气急败坏 打电话报了警 还以虐待罪和故意伤人罪 起诉了两个儿子 法院里双方互相指责 老杨一气之下 拍桌子走人了 法官出来询问他是否同意调解 老杨坚决不同意 说道 判吧判吧 把他们判个三五年的 没想到第二天 气消了的老杨又跑去法院 想撤销起诉 但为时已晚 案子已经无法撤诉了 两个儿子被判了半年 老杨不依不饶和工作人员理论 最后被保安请了出去 随后他前去榆林找小女儿 希望女儿给自己六千五百元 由于父母最疼爱这个小女儿 当初为他买房子操了不少薪 小女儿也心软了 想要帮帮父亲 但女婿坚决反对 现在帮他就是坏了规矩 让两个哥哥怎么看他们 当老杨找上门来时 小女儿只给了他几盒烟和五百块钱 至于那六千五百块 他不能给 谁让老杨做那些事呢 现在后果只能他自己承担 女儿想让老杨回去伺候母亲 再给哥哥道歉 老杨态度倔强 哪里肯服软 一把甩开女儿走了 女儿心里也有愧疚 打电话给嫂子表示 愿意支付老杨 拿走的一万块手术费 嫂子告诉他 不用一万了 只差六千五百元 女儿这才知道 老杨要那六千五百元 就是为了母亲 忍不住哭了起来 此时 心情郁闷的老杨正往家里走 遇到两个房产销售 不依不饶地推销 老杨气急败坏地 骂了几句脏话 把两人惹怒了 被堵在墙角打了一顿 老杨摊坐在地上 悲从中来 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过得如此不堪 就在这时 医院打了电话 妻子的手术费凑齐了 明天上午进行手术 听完 老杨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第二天 他找到当律师的侄子 请他帮自己撤销起诉 让两个儿子回家 法院门口 老杨叫着车里的孙子 孙子只是看了他一眼 就低下了头 没有理会他 随后 两个儿子走了出来 也没有看他一眼 坐上车扬长而去 倔强的老杨 瞬间红了眼眶 而手术后的妻子 没有好转 反而更严重了 失去了一切的老杨 感到绝望 坐在妻子床前说 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咱们从年轻走到现在 什么都经历了 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 我也快活到头了 你先走 我随后就来 说完 他往杯子里 倒了几颗安眠药 捣碎了兑上水 喂给老婆喝 然后自己躺在一旁的沙发上 回想自己的一生 也就这样了吧